花雨伞 一个跛脚的小姑娘 撑着一把花雨伞 在草地上走 雨点滴答滴答的 落在花雨伞上 想敲着小鼓 小姑娘好快活 唱起了歌 一只花蝴蝶飞过来 对小姑娘说 让我在你的花伞上歇一歇吧 我的翅膀快让雨水打湿了 好沉好沉的 小姑娘说 好快进来吧 花蝴蝶歇在伞架上 给花雨伞又增添了一份色彩 一只绿帐蝴 蹦到小姑娘的脚面上 她恳求着 让我躲一躲雨吧 我的腿舍了 经不起雨打 好 你留在伞下吧 小姑娘和蔼地说 绿蝶蝶蝶跳在小姑娘的裙子上 裙子上像挂了一片 绿叶子 这时 一头小鹿跑过来 对小姑娘说 我能在你的伞下躲一躲吗 当然能 小姑娘说 于是 伞下又多了一头小鹿 他们走出草地的时候 一位白胡子的老爷爷在迎接他们 小鹿欢蹦乱跳地跑过去 老爷爷撒出一把金粉 雨停了 天边是一抹漂亮的彩霞 花蝴蝶从伞里飞出来 绿召猛跳到小鹿的背上 诶 奇怪 现在 小姑娘的脚不薄了 她想问老爷爷 这是怎么回事啊 可是一眨眼 老爷爷不见了 只听远处传来一个声音 好心的姑娘 应该是最美的 好心的姑娘 好心的姑娘